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着这个面相 下巴 下巴在晚年的作用是非常的明显 下巴如果是过肩并非好现象 代表晚年比较孤独 身体健康的状态不佳 如果下巴太肩 或者是你的下巴经过整容 把它整得很肩 这个也是会影响运势的 如果是相反的情况 比较圆 方阔 如果是下面 如果是最好有双下巴的话 再加上耳有垂珠的话 这个是非常富贵的面相 这是天生的富贵命 没有说经过什么整 如果是人中 人中方阔 比较明显的 人中钩比较明显的 而且上窄下宽 那么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是人中基本上看不出来 或者是人中非常的细 那么这个就 对生育方面 女性对于生育方面 是有一些影响的 子女方面的缘分 也是比较薄 如果是这个额头上面 有直纹 少年 无真运 相学上说 这个额上有直 那么少年 没有真运 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先天的运势 在少年的时候 因为额头 是上庭 上庭代表 代表这个一个人 年少的时候 是没有真正的运气 这个地方称为司空 司空是古代的官 这个位置代表官运 所以说 这个司空这个部位 必须要长得漂亮 饱满 如果是有横纹 有直纹 或者是低线 都是影响 这个先天的运势 这个眉间的间距 这个我们之前 讲过很多次 在面向当中 标准的间距 就是拿你的手指头 一笔 两指的宽度 是刚刚好 少于一指半 或者是一指的话 那么到了一指的位置 那么就代表这个 在这个命 叫做眉亲印堂 眉亲印堂 也就是命宫的位置 被眉毛所侵占的 所以说 这个整个命局 是非常的不好 那么如果是太开阔了 也是不好 这是眉指的宽度 眉间距的宽度 好了 有关这个面向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有八字 手向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